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,我是李国庆 内地近年一直希望,内需消费能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减少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对经济的波动 我们可以观察每个月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压数据 了解中国的内需消费情况 在2019年上半年,内地消费接近20万亿人民币,增长超过8% 是工业、故头和消费三头马车之中增速最快的分行 在2019年上半年,内地消费增长了8.4% 高于固定资产投资5.8%的增长 和工业增加剩6%的增长 不过,近年中国面临消费增长放缩的问题 消费在2008年突破10万亿人民币,增长率达到2.3%的高峰之后 增速就逐渐放缩了 去到去年,消费增速跌破一成,只有9% 在更多消费品之中,汽车占比最大 去年汽车消费额接近3万9千亿人民币 占消费总额超过一成 因此,过往国家谷消费都会向汽车埋首 例如推出汽车下乡政策,补贴居民买车等等 总结而言,消费增速较其他经济环节快 是支持GDP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支柱 在众多商品之中,游以汽车对消费影响最大 初过分析消费的时候,就要格外留意了 去到出汽车的台上再做出汽车的位置 入植出汽车的位置 在楼上一层加断的位置 出汽车的位置 准处移入乱层和温厚